美国航太总署NASA的载运工具呢 最快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发射升空了 将一辆漫游车送到火星的地表来进行探测 而这些耗时又昂贵的研究工作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可能的人类登陆来做准备 美国航太总署准备耗资新台币757亿元 将一辆名为耗旗号的漫游车送到火星地表 深入探测这个行星究竟适不适合生命繁衍 虽然最快这个月26号号旗号就要出发了 不过到达距离我们五亿六千七百万公里外的火星 已经是明年八月以后的事情了 重达一顿有一辆轿车那么大的号旗号 进入火星大气层后会卸引降落伞减速 最后由载运器以缆绳寻吊降落在一座高山前 接着号旗号的任务就是到处漫游 寻找微生物在火星繁衍的痕迹 特别是搜寻火星地表曾经有水的证据 好奇号再有最尖端的精密科学仪器 至少可以使用两年 不过由于火星探测计划实在很昂贵 加上历年来全球各国的火星任务 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失败率 因此美国政府和国会都在认真考量 航太总署的庞大预算是否划算 火星探测任务有没有可能和太空梭计划一样 在执行多年之后突然喊停 谁也说不准 接着综合报道